今天在四海同春演员竞猜环节 我们为您介绍的两位艺术家 分别是李玉刚和刘燕燕 李玉刚是中国艺术界第一个将传统艺术 服以时尚包装的艺术家 是第一个在联合国总部 向世界人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家 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国宝级艺术家 2009年 他曾雇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演出 成为继宋祖英之后 中国第二位登上悉尼歌剧院舞台的演员 李玉刚曾在《萌化中国四海同春》的舞台上 演唱歌曲《新贵妃醉酒》备受注目 大放异彩 刘燕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部歌剧团国家一级演员 曾荣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多项全国全军大奖 近年来他活跃在舞台和电视荧幕上 在多部民族歌剧中扮演主要角色 在电视剧新版《红楼梦》 《天仙佩》等多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主要角色 为多部电视剧配唱主题歌 在《四海同春》的舞台上 刘燕燕演唱过《好运来》等祝福歌曲 以及粤语歌曲《万水千山总事情》 澳大利亚地方风格的剪羊毛和带有金剧曲牌的歌曲《梅兰芳》等 为华侨华人带去不一样的过年感觉